一个村民眼中的大好人 却成为虐待儿童的暴力实施者 这么小的孩子这么多的伤 还没有见过 一支和解协议再起波澜 令受害人陷入了违症漩涡 他有可能被指控作违症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彤彤的噩梦 欢迎各位收看平安365的特别节目 守护童年 这个系列希望和您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孩子 关注儿童的成长 这些年国学成为了一个非常热的话题 很多人都会有什么国学情节 还有很多人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孩子 在未来获取更好的成长 希望把孩子送到一些所谓的国学班去培训 穿着古时候人的衣服 念弟子规 背一些古汉语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一个国学班 可是孩子在国学班里的遭遇却让人大为震惊 2014年6月11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的急诊室里 医生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遍体铃声已经处于休克状态 这么小的孩子这么多的伤我们还没有见过 多处的骨折 左侧二三四三个三个部位的肋骨骨折 还有锁骨骨折 脑子有伤都快休克了 疼痛受到惊吓 心理上还是有压力 睡觉过程中他也就有尖叫 整个痛苦扩散着疼的那孩子 一滴眼泪流不出来 一块块的那肉皮子这么往下嚼 十个指甲都用针给扎了 一个指甲拿钳子给拧下来的 那手里头都是苦了 连骨头都看见了 这个小女孩名叫童童 身上的重度外伤多达二十六处 更令母亲张雪梅担心的是 童童的脑袋始终在癫痫式的腰部 经医生诊断 童童的颅压高达六百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必须马上进行颅内穿刺 吸出大量的脑基水 怎么这么折磨一个孩子 你说有什么罪鬼 谁没家没儿没女 他就下得起手 到底是谁这么狠心 为什么会对一个小女孩 下次毒手 事情被从2013年年初说起 张雪梅是河北宝定人 离异后独自带着女儿统统生活 她非常迷恋国学 经朋友介绍 认识了52岁的张红霞 就是说总是帮老若定惨的人们 孤儿寡木的人们 就是以一个爱心人士 而且还是学传统文化的人 出现在我面前的 张红霞的老家 在邢台广宗县的王城江村 这是个国家极品亏欠 30万的人口 约有8万外出打工 张红霞发起白山小围仙活动 并为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 创办了免费吃饭活动 是村民眼中的大好人 见人都小 见人都拥抱 特别会说 我就说这么阳光的一个长辈 很敬佩 张红霞经常发布自己参加慈善公益活动的照片 分享研究国学的心得 这让张学梅深信不疑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 她同意让张红霞 带女儿童童 老北京顺义的国学班学习 低谎 这事件啊 过去里很快 三个月里 张学梅全身心的投入到会话中 没有去看望过女儿 2014年5月26日 张红霞突然给张学梅打了一个电话 她说那个 童童身上起石头 她说你过来看看吧 当张学梅赶到位于北京顺义区牧林镇的国学班时 眼前的景象让她紧淡了 这位孩子 意识都不轻浮了 这些家都要了呢 而且全身都烂的 大小便世界 大小便都不知道了 那块 在张学梅的一再追问下 童童终于说出了自己被张红霞殴打的真相 听到母亲的痛哭 每个人的内心都非常的痛苦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谁应该为这个事情负责任 那么给予孩子伤害的人 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我们今天的演播是来探讨这个话题 为您介绍我们的两位嘉宾 首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评论员春卫 你好 还有一位是佟丽华律师 你好 我想刚才两位看到这样的画面 一定跟我一样 心情都不能够平静 因为我的问题 可能有些家长会想到 为什么你要把孩子送到那去 我们看到了一个母亲痛苦的眼泪 但是却忽略了一点 像这样的母亲有很多人 因为我们太多的人把自己应尽的家庭教育的全部职责 交给了社会 交给了学校 认为我只需要把孩子送到学校 学校要负责把我的孩子养育成人 却忽略掉了 自己其实是第一责任的 正是由于他的脱手 才会使得他女儿沦落到这样的一个被欺凌的状态 而他的痛苦只是指责 那个伤害他女儿的人 却忘记了 正是由于他把接力棒交出 才出现后面的一个结果 我把孩子放到那 你帮我把他培养好 没有人去考虑说 这学校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资质 国学办法就可以随便就可以办吗 在这块我想 还是普及一个基本的法律制 我们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家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从监护人的角度来说 首先你要保证孩子衣食住行 这是最基本的生存的条件 情感方面的支持也非常重要 这是第二 第三就是教育 教育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从父母的角度来说 要有保障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义务 第二对孩子进行管理和保护 你比如我们在预防卫生权犯罪法当中 有一个条款 就是不满16周岁的 你不能让这孩子脱离监护 单独举主 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一个学校里 没有去关心他 刚才春卫讲到了 这是母亲责任的缺失 但是并不能够因为母亲责任的缺失 我们的孩子就应该一定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是谁在伤害孩子 是什么样的人居然如此对一个孩子痛下毒手 那么这个孩子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 2014年5月28日下午4点左右 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接到张雪梅的报警后 马上派民警前往案发地点调查 在张洪霞的朋友圈里发现一张瞳洞被称为流浪乌儿的墨卷图片 据当地村民介绍 张洪霞经常受到全国各地寄来的包裹 人们怀疑张洪霞以国学班为名招募儿童来骗取社会捐助 2014年5月30日12点左右 张洪霞被捕 案件先后被多家媒体曝光 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同时张雪梅也受到了舆论的谴责 甚至有人建议剥夺她对童童的监护权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孤立无助的张雪梅既要去医院找到重伤的女儿 又要找律师与张洪霞对簿公堂 这令她备受煎熬 是吧她这个头疼啊 一方面呢肯定跟她宝子受伤有关 有天不下基业 同时还有出血 同时呢还跟龙女牙膏有关系 童童住院急需一笔医疗费 此时身心俱疲的张雪梅 也希望快点结束这场噩梦 就接受了张洪霞的赔偿请求 私底下坚属了和解协议 就是说在盼之前要停下和解 洪霞的妹妹 就是说他们写了这么一个资料 让我吵下来 我说这个犯法的 她说不犯法 她说你买不着你的事 你就说是孩子说 迷迷糊糊的吧 你就签了字 协议书中否认了张洪霞殴打彤彤的事实 然而当张雪梅意识到自己涉嫌做伪证 已为时过晚 比如说你看上了拳套了 人家赔你的那个签 你不光给人家退回去 你还得赔人家名声损是非 反过来人家就可以告你 我这么一听我不急了 而又来四月五日 张雪梅一大清早就叫了辆出租车 从河北保定出发 赶往北京顺义区人民法院 结果一路堵车 堵到那已经开了平面 青少年犯罪出的那个郭处长 他说你知道作为正式犯法的呗 否认这些个事 这些个事就没有发生了 我们公安局检察院 经过多方调查核实得出来的结果 我们不是随便去定人罪的 2015年6月11日 张洪霞因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然而无非解的是 固执的张雪梅 却再次将彤彤送到了 自己朋友开班的国学班 面对外界的质疑 她也有自己的解释 这个孩子要是在外边 跟着一直上这个小学 就是说年龄比较大了 现在这个孩子 他就是跟着白老师学这个国学 但是这个所谓的国学班条件非常简陋 目前就是认可的 这个认可传统文化 圣先教育的这个家长 一共这是有三个孩子 加上童童一共是四个 我每天就带着童童回家 就在我们家住 节目的最后我们了解到的信息 可能会让电视机前的您觉得非常的惊讶 有了这样的一段教训之后 这个母亲依然把孩子送到了一个所谓的教育机构当中 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教育机构确实条件很差 我的问题是童律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难道我们没有一种办法 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更好的成长的环境 就像我一直强调的 撤销介绍人士最后的不得也为止的办法 但是就这个案子 我认为我们还是更多的需要 做好父母的批评教育也好 包括帮助父母来理解 他的这种监护方面应该担负责 要保护这个孩子人格尊严 怎么实现这一点 怎么实现 只能靠法治 只能靠法治 今年61期间 最高人民检查院专门发布了一个 就是加强对未成年司法保护的八项规定 其中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 就是严厉打击针对孩子的包括暴力 等各类犯罪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 好像跟我们传统概念当中 不大匹配的这样的一个母亲的形象 这个母亲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处理方法呢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在伪慈善和伪国学的背后 你往往会看到乱开方子的人 乱开的是什么方子 慈善爱心就是方子吗 然后国学就是方子吗 把自己关到小楼里面成一桶就是方子吗 母亲不断地给自己开方子 不断地给女儿开方子 但可能他没有意识到 他捧的是一堆药渣子 因为对于一个孩子最重要的一个照顾是什么 那就是给他陪伴 关注他 并且陪他成长 还有一点 义务教育虽然不是我们很多家长心目中最好的教育 但它绝对不是最差的教育 而往往是家长自以为是的这些方子才是一个最差的教育 他毁掉了他女儿的早期教育 而如果还不能够清醒地意识到伪国学给他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伤害的话 他毁了自己还不够 还会毁掉女儿的未来的一个发展 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细节 就是在孩子遭受到如此伤害的情况之下 当犯罪嫌疑人明显已经触犯了刑法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母亲居然选择了庭外和解 当然你可以说 她觉得是因为手术费用的问题 她居然接受了庭外和解 您怎么看待这问题 我不想对她进行道德上的评价 我只想说这是一个公诉案件 故意伤害 这样一个公诉案件 如果庭下达成民事上的和解 你说对方赔多少钱 他愿意 从赔钱的这个过程来说 无可厚非 从法律的角度是鼓励 就民事部分双方达成和解 这是第一句话 但是民事部分达成和解 不能改变你对事实的陈述 因为事实的陈述 它是证据的组成部分 可能涉及到做伪证犯罪的问题 所以说民事部分是民事部分 事实的陈述还是要居实陈述 另外民事的和解 不能取代刑事的定罪 和追究刑事责任 那么作为一个公诉案件 在民事和解以后 有可能减轻处罚 但是犯罪分子 该受到打击的还是要受到打击 我们看到母亲有对社会妥协的能力 但是在她女儿教育上 她的这种不妥协的态度 可能对女儿才是真正的伤害 彤彤的遭遇 让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觉得非常的心疼 但是在我们的讨论过程当中 我们也注意到彤彤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遭遇 这和她的家庭和她的妈妈也是有关系的 我们一方面在严厉的谴责 给予彤彤众伤害的犯罪嫌疑人张宏霞 任何针对孩子的犯罪 对孩子这种伤害 都是应该被我们唾弃 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加注意到 在最近这四期节目当中 我们所梳理出来的这些个案 或者一些有典型性 有代表性的案件 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在我们的周围 还有很多孩子可能潜藏在危险的阴影当中 我们制作这四期节目 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关心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的孩子在更加安全 充满阳光的环境当中 茁壮的成长 就像我们的专家在节目的讨论当中说到的一样 如果您或者您周围的朋友 邻居 那些孩子遭受到了类似这样的事件 希望您勇敢的站出来 因为只有说出来 我们才能保护您 谢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 2015年9月4日晚上9点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消防大队高逼中队接到报警 辖区内一栋老宅倒塌 将一名19岁女孩埋压其中 消防队员经过搜索 在楼梯附近的废墟下 发现了被困的女孩 幸运的是 女孩一时尚且清醒 在安慰被买女孩情绪的同时 消防队员立即展开救援 据了解倒塌的老宅属于土木结构 导致房子倒塌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连日的降雨 导致墙体内水分饱和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努力 消防队员将被困女孩救出 送往医院治疗 平安365提醒广大观众 对于今年老宅要注意维修 并且提高安全意识 如遇特殊天气时 应随时观察房屋状况 发现危险征兆时 应及时逃生 应该原因可能是没有什么 你有没有用 inya你悄悄可找死,人能不吝 阅识地趋劫 感谢自身 未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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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